做這個門號跟清除的動作 如果說都要做出一個類似像 你如果覺得這太正式了 你希望怎麼樣把它做稍微 不要那麼正式的話 那顏色給變更 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可以直接從 這邊的 從插入裡面 你可以找到這個 插入裡面有一個圖案 插入圖案裡面這邊這些都可以當成是你的按鈕 那比較常用的像這個圓角矩形 你圓角矩形拖拉出來之後的話 它的好處是 這邊有很多的選項可以選 你看很快的可以 格式化成你要的一個 圖形 各式各樣都有 然後呢這個 圖案的填滿方式這邊顏色也可以再變更 另外呢它的什麼邊框 效果這些都可以 改了改完之後的話 那 需要再做什麼動作按右鍵 第一個是編輯裡面的文字 比如說文字部分的話 你可以再把這個裡面的字字中 然後也是打上這個門號等等 就是在這個地方 輸入一個 它上面的文字 之後的話 要按下去 可以連結到那個 剛剛早上的那個 VBA程式的話 那這邊有個右鍵一樣右鍵 指定聚集 那這邊的話選擇門號 選一樣的動作 按確定 那這樣子 這個按鈕 就可以按 那把點旁邊一下 再按它一下 一樣可以 執行 那只是說差別 你在用 在產生這個插入 表達 按鈕的時候 它會自動跳出 先問你 劇集 是哪一個 那 這一個 圖案的部分 不會啦 不過一樣 按右鍵 先編輯 它的文字 有沒有 然後再來是 指定它的劇集 就可以了 當然如果說你 要自己用的話 甚至你可以插入這個圖案裡面的 可愛的圖形都可以啦 比如一個閃電好了 比如說你今天按著這個 這個之後就是一個閃電 那閃電顏色什麼顏色呢 你 找個紅色之類的 OK 按一下它 可不可以 或者甚至裡面看有沒有手機 有一次手機 按下去 也可以 那俏皮一點應該 就是自己用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是自己用的 按右鍵 指定聚集 門號 按確定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按下去 先清楚 門號按下去 一樣 所以要觸發 它的方法太多了 OK 這個是按鈕 這個 可以自行選 選擇 OK 第一個 甚至那個清除 有沒有 你還可以 清除的部分 比如有沒有叉叉 這邊有個 假設有個叉叉好了 乘號 這個當叉叉好了 你在這邊 拖拉這個叉叉 對 然後這邊顏色改一下 改這個顏色 有沒有 按右鍵 指定聚集 清除 確定 叉叉 有沒有 這感覺 就 還蠻 怎麼 就 感覺會比較 不太一樣 不用那麼正式的話 可以這樣做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可以從插入裡面的圖案 去選擇你要的外觀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 一下 好